健康無分年紀 健康不論貧富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精靈一點 健康記住 歡迎大家收看收聽港台電視31 以及香港電台第一台 電視電台同報直播健康節目 精靈一點 6月29日星期一 有請杰明和沈大元為大家主持 Fiana 你好 沈大元 你好 今天我們繼續跟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及視覺科學系合作的系列 就會講眼科手術 事前的準備和之後的護理 究竟在術前和術後要怎樣去做呢 以及萬一真的打理得不好的話 又會不會影響到復原呢 我就經常覺得 事前的準備和事後的護理 很多是一些很細節 需要處理的事情 不過又不是真的那麼容易處理 特別有時又很繁瑣 有可能你要一直去做 你又未必記得 一會兒會請來護士長 為我們詳細講解 接下來兩點鐘就會分開一台直播室 會有衛生署健康資訊站 今天的主題很有趣 就是講不同指甲的顏色 是否代表著不同的問題呢 我覺得這個題目是相當有趣的 因為經常做一些資料搜集的時候 都說看指甲就可以反映到你的健康狀況 但是怎樣去看呢 以及怎樣去分不同的顏色呢 以及未必是整隻指甲的顏色 而是某一步 譬如舉個例子 有一條線生出來 紅紅的、紫紫的、啡啡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是否有特別的疾病在背後 還是其實都沒有什麼呢 一會兒會有醫生為我們詳細分享 接著兩點半鐘就會請來食安中心的醫生 為我們講解就是孕婦需要提防的高危食物 可能大家想到的一定是生冷的 生冷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呢 一會兒再詳細講解了 大家如果有相關問題的話 可以致電健康熱線 172311、172311 先開始講解就是眼科手術的事前準備 以及之後的護理 我們請來的嘉賓就是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中心經理陳雪芬護士長 Hello Fanny 你好 你好 其實常見的眼科手術有哪些 我們今天會提到的呢 我們常見的眼科手術 通常會分為眼內或者眼外 眼內最普遍包括白內障 青光眼或者角膜的手術 甚至乎一些比較深入在眼底 我們叫視膜膜的手術 眼外其中可能會包括一些斜視的手術 或者是一些眼皮或者是濾管的手術 這些我們都歸納為眼外的手術 為什麼是眼外呢? 即是眼睛的眼球以外的地方 是的 沒錯 因為譬如邪視 眼球的肌肉我們叫ExtraOcula 即是眼球的外邊 如果眼皮或者我們這些濾管位 都是屬於眼外的手術 所以會這樣分兩種 當初是護士的角色 在術前和術後的護理 或者與病人或者病人的家屬去講解的時候 是不是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呢? 即是護士什麼時候出場呢? 是的 通常你進去見醫生 醫生會說 譬如我當白內障為例 你現在有白內障 所以要跟你做手術 醫生的角色就會解釋 譬如什麼叫白內障 做手術有什麼風險 以及過程 然後其實就叫病人出來 我們做護士的角色 其實我們叫一個健康教育的角色 就會跟他解釋 也會簡單地講解一下 究竟其實手術是怎樣做的 你事先入院前要預備什麼 之後的護理 都會一次過告訴他 Fanny 第一樣可能需要解釋的就是 病人我猜九成都會問 不做得不行 其實因為現在的手術都是很普遍 亦都會用一些微創的手術 所以其實步驟都很簡單 亦都是日間手術 亦都不需要住院 即日做完即日離開 所以現在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都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即是現在大部分手術都在日間手術中心 沒錯 通常我們做手術 我們要半周時間 就已經可以做完回家 不需要住院 不需要住院 但是多數病人都會問 手術看齒 可能很簡單完成 那有沒有需要麻醉 特別的東西要留意的呢 現在眼科手術 大部分都是在局部麻醉的情況之下 局部麻醉會分幾款 有些可能在眼球表面 塗一些麻醉啫喱 或者滴眼藥水 麻醉的眼水 就已經可以達到麻醉的效果 除非有些很複雜的 或者病人特別有些很緊張的因素 譬如說 我真的不行 我進入手術室 就會震得很厲害 那些情況 可能要跟醫生談談 病人有這樣的要求 我們會否跟他考慮做全身麻醉呢 眼內、眼外的手術有否不同呢 其實都有 因為眼內的傷口通常在眼中 正常是看不到的 但是眼外 例如眼皮手術 你做完之後 可能會亂線 會有腫 會有魚 所以很明顯 那個人走過後會覺得 你當然做完手術 很大的手術 為何眼腫到這樣 在麻醉的層面有否不同呢 除非全身麻醉 如果局部麻醉 如果眼內 通常現在很多時候就是 塗一些麻醉啫喱 或者滴一些麻醉的藥水 但是眼外 很多時候就會 例如打一些麻醉針 都會在眼皮那裡 或者我們那些叫 在眼肚下面打口針 叫球後注射都有的 如果真的來眼科中心去做手術 要不需要穩定人陪 戴著太陽眼鏡 戴著帽子 戴著帽子 或者拿著拐杖 之類的事情需要去做 其實我們對護士和病人去談的時候 都會跟他們說 你手術前其實都要有些準備功夫 例如可能手術前一晚 我們會要求要做幾件事 你要洗頭、洗澡、剪手甲 為甚麼呢 原因是我們想注意個人的清潔、預備 還有通常做完手術後 翌日肥白內臟 因為你會包著眼睛 到翌日我們都不建議洗頭 還有要剪乾淨手甲 因為有時外婆婆會把指甲留得很長 還有做完手術 是一段時間要護理眼睛 如果手甲很長 我們就怕刺到傷口 就會引起傷口感染 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事情要留意 我會在想 有些腦有記者 可能他們比較想接觸白內臟手術 但腦有記者 很多時候都會有慢性長期病患者 對於用藥方面 事前有沒有需要調節呢 有的 例如有些腦有記者會有糖尿 血壓、烤喘、膽固唇膏 那些藥物通常護士都會抄下 原來你在吃這些藥物 通常這些藥物在手術前都要照吃 對 就不需要特別說禁食 但如果譬如他在吃薄血丸 或者是通血管的藥物 例如阿士匹林 或者那些薄血丸 事前都要跟醫生談一談 因為某些手術可能有機會接觸到血管 那些位置可能有機會出血 要跟醫生談一談 究竟這藥物需不需要停幾天 所以如果你吃一些很特別的藥物 事前都要跟眼科醫生再談一談 好了 前一晚就洗手電指甲 接著又洗乾淨的頭 接著那一早有沒有要做呢 之前那晚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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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要預備一套衣服 那套衣服就會有少許要求 我們盡量都想你不要穿一些過頭粒的衣服 就像Phil那樣 例如你穿衣服 開胸的 對 或者一些比較寬領的衣服 因為做完手術會用一個沙布遮住眼睛 如果你是穿一個瓶領衣服 或者過頭粒很緊 到你換衣服的時候 就怕擀掉沙布 所以就預備一套衣服 以及預備好身份證明文件 或者護士為你預備的入院文件 這樣做手術就可以了 我們一般的手術 特別是醫院做的 你不是要換完手術的舖嗎 眼科手術是否需要的 現在很多 譬如你正式進入醫院 他就可能要求你乾淨一點 換衣服 但如果譬如外面的診所 或者其他未必那麼高要求 就會去到你穿一件 我們稱為disposable的舖 即是一次性的 保護乾淨 又有頭套保護著頭 令到全身是乾淨的 這樣進入手術 做手術就可以了 那做手術之前 護士又需要不需要 又要再跟患者說多一次 一會兒的流程是怎樣的呢 都會的 還有剛才Phil說過 那早上究竟我要預備些甚麼呢 其實一般的眼科手術 剛才說局部麻醉 反而是要吃早餐 或者吃定下午 即是如果你上午就吃早餐 下午就吃定下午 是要吃定的才去做手術 原因是因為你做手術 其實胸肚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突然做了 突然肚子鼓鼓聲 都有機會影響手術 也不需要胸肚 對 沒錯 是不需要的 是可以吃早餐的 但有些頭飾 譬如Fanny 你戴耳環的 是否也要脫掉 對 沒錯 即是你將所有貴重物 譬如手錶、頸鏈、戒指、耳環 全部都脫掉在家裡 因為你進入手術室 其實是不方便帶任何飾物 是否一定要找個人陪著呢 也是的 因為你做完手術 大部分時間都會包著一隻眼睛 你一隻眼睛去走路 其實跟平時會不同 如果你做完手術 真的不小心 踢一踢 就麻煩了 但通常做手術 或做完手術之後 他要多長時間 即是我們說 慢慢去復甦 還是他都可以即時離開 其實做手術 通常我們說說做手術的過程 通常會在手術室裡 是要平衡在這裡做的 因為你局部麻醉 所以也要跟醫生配合 譬如中途你要不要動 不要有咳 不要突然打噴嚏 有這些情況 好像有點難度 其實差不多九成九的路友記 都可以做得到 現在的人都很厲害 如果真的想咳或打噴嚏 那怎麼辦 舉手 其實舉手 我們也不太建議舉手 反而叫他說出來 我想咳 讓醫生 譬如他可能在做一些很重要的步驟 可以跟醫生說 你可不可以先維持一下 讓我或是拿走一些耳氣出來 然後輕輕地讓你清一清喉嚨 這樣也可以 我聽了一下覺得有點難 想的時候有時候有點難忍 但其實也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手術室的經驗 也是很豐富 大部分的路友記 都真的很厲害 其實現在大部分 我們看到最多的 是不是應該是白內障手術 因為現在人口老化 而白內障手術 也真的做得很好 變成了是不是也多人做 也是的 現在的趨勢 第一未必會等到很熟才做 有些可能真的四五十歲 會覺得開始影響你的日常生活 他們都會考慮早點做 嗯 白內障手術 他自己本身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地方要注意 還是跟一般的 剛才你提到的 都是眼內的手術 嗯 跟一般的眼內手術 都是差不多 其實都會的 反而做完之後 會有些特別的事情要留意 是 我們做完手術 會塗些藥膏 包著眼睛 然後用眼罩 去保護著眼睛 通常會包著一晚 到翌日才去擦沙布 然後被醫生覆診 翌日之後 是有些護理工作 是特別要留意的 例如要洗眼皮 又要定期覆診 定時滴藥水 還有一些特別的 例如劇烈運動 我們都不建議去做 Fanny 我好奇問 如果針對著白內障手術 一般的患者 如果兩邊的眼睛都有白內障 這個手術 是否要同一時間一起進行 還是一隻才再一隻呢 其實是不可以兩隻一起做的 我們通常會做完一隻 讓傷口慢慢看到復原 然後導數 因為人工晶體都會調節一些導數 讓它穩定下來 一般如果最快 我們可以隔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才做第二隻 就可以了 通常是要等多久 譬如醫生說完 我說我都決定做 醫生又說可以有機會做 我就排期了 通常要等多久 譬如以眼科醫院為例 或者你們眼科中心 我們眼科中心會比較快 是要等一段時間 是的 譬如你決定做 我們會做一個檢查 就是量度眼球的長度 弧度 計算出人工晶體 即是Taylermade 一隻人工晶體的導數 由檢查到直接做手術 我想兩至三個星期內就可以安排得到 以我們眼科中心為例 但那個晶體是要量度身訂造的 對嗎 其實量度身訂造的度數 但所有度數都在手術中 不過就是Taylermade 究竟你是需要哪一種度數最適合你 即是你可以選一個適合的度數放進去 沒錯 如果以Fanny的經驗來說 可能接受一些眼科手術的朋友 無論是年紀之分 有沒有特別他們 每個年紀都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你覺得 其實我反而覺得是 年輕人的一批 有機會反而忽略了護理 即是做完之後護理的部分 因為年輕人會覺得 即他可能都在外界吸收了很多資訊 會覺得 都是一些很簡單的步驟 總之做了就可以了 反而譬如可能護士會教他 你要記得要洗眼 我洗了一個月 他又未必會很勤力地去做 還有他做完可能隔幾天他就去上班 所以這一批我們反而是擔心一點 反而老友記的那些會做得足一點 護理怎樣做怎樣洗眼 一會再說 不過我想問一下現在疫情 其實都一段很長的時間 對眼科手術有沒有影響 因為我舉個例子等了三個禮拜 我準備去做了 譬如我自己有什麼頭暈新興 會不會有影響 疫情有沒有影響 譬如有什麼頭暈新興 真的不幸運 你有咳嗽、發燒、感冒 那些我們一定會停止手術 不做了 寧願跟你改期 但是疫情 其實有些人很擔心 原本都預約了做手術 但是都說疫情 其實對手術的過程 絕對沒有大關係 反而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這段時間 我不是很想去醫院 主要是這樣的原因 但是其他的步驟 我反而覺得疫情之後 所有會做得足很多 所以其實也不需要擔心 即是感染風險也是很低的 是的 但是只需要跟著防感染的步驟 即使在新型工狀病毒肺炎的情況 是的 都可以遇上 其實都可以照樣去做 沒錯 但是那些個人、防疫措施、病患去到醫院 有沒有特別可能要加強呢 其實本身就是因為疫情時間 而且這些手術都是比較簡單 所以也沒有特別說 譬如要做什麼COVID-19測試才可以讓你進去 其實都是一般 譬如你去到醫院 你一定要接受貪熱 你要勤勁洗手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相關的問題 特別護理上 熱線電話172311 繼續請見明和審達原主持的精靈一點 我們在直播室請來的嘉賓 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眼科中心經理 陳雪芬護士長 Hello Fanny 你好 剛才提到 譬如是做一些百內障手術 事前就有很多準備功夫要做 亦都帶定陪伴 好了 譬如是做好了手術 首先我相信 一定會是 姑娘幫忙貼了沙布在眼睛上面 沙布有沒有特別的東西 是否要塗一些藥膏等 諸如此類 是的 沒錯 通常做完之後 我們會塗一些消炎的眼藥膏 然後就會用消毒沙布 包著眼睛 然後在消毒沙布外面 還有一個比較硬的膠殼 去保護眼睛 其實眼睛畢竟有傷口 百內障手術是要切開 然後取出或氣化了裡面的晶體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一定會有傷口 那傷口 譬如是否有病人反應 癌症、痛、諸如此類的感覺 其實它的傷口 現在科技是2.2毫米 大約2.2mm 他們有時會感覺到 有點硬的感覺 因為手術初期 我想你預計頭1-2個星期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譬如平時在皮膚上有傷口 你康復了 特別康復了那一刻 你會覺得很癢 眼睛會不會這樣 其實也會的 所以做完手術之後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千萬不要擦眼 因為擦眼很多時候 有機會擦損傷口 令傷口感染 所以這是一大禁忌 怎樣防止呢 其實做完之後 我們會覆塵 會被一些消炎藥水滴 消炎藥水通常會包括抗生素 或者有些有類固醇成分的消炎藥水 還有最重要的是 要做護理的部分 護士就會教他要洗眼皮 因為很多時候 除了你本身的白樓障的傷口 會令你覺得痕癢 有些不舒服 其實很多時候是在眼皮邊 反而是在那個位置 會有些油脂分泌 令到那股油會上了眼睛的角膜 令到你不舒服 所以反而最重要的是 做洗眼皮這個動作 如果我在看電視31的朋友 看到程序究竟要怎樣做 可不可以跟我們解說一下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工具 或者要怎樣去洗眼 我們現在通常洗眼皮 就是比較簡單 建議你去外面的房間 例如藥房 買一些叫化妝棉 我現在都… 其實那邊都有東西 我都待著 準備了一塊化妝棉 即現在這些四方形化妝棉 以前的人就會說 不如用一些棉花球 但其實棉花球比較多毛 就怕真的有一條毛黏在眼上 其實會很不舒服 這些就會比較小毛 我們通常建議的方法 就是一個化妝棉 它是正方形的 我們就建議 例如你這樣對角摺 再對摺 就會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三角形 對 就會有這個尖角 用一些乾淨的小杯 譬如你喝水杯 浪乾淨它 就點一些冷滾水 我們冷滾水的意思就是 煲過的水 放涼 這樣就可以了 點一下冷滾水 再捏乾它 就用這個尖角位 洗我們的眼皮邊 洗的方法都是由內至外 洗了下眼皮 就是貼著眼睫毛的根部 由內至外一下角 到它髒了 你就扔掉它 拿第二塊 抹一下 抹一下 不會重複抹 重複抹 你就拿第二塊 可以摺另一隻角嗎 沒錯 或者你摺好幾塊 放在這裡預備 我相信很多長者都是這樣的 都會覺得扔掉一塊 很浪費 好了 他們一定是問的 可不可以 譬如我現在摺了三角 我抹了一隻角 用另外一隻三角的另一個角 可以嗎 其實反而不太建議 因為你會看到 譬如我摺完這裡是很齊整的 這邊就會有很多披口 反而怕這些角位會刺傷眼睛 所以其實我都會經常跟老友說 其實這些真的很便宜 十幾元一包裡面 有100塊 你就不要怕浪費 即是每一下就換一塊新的 沒錯 而且是說一下子 抹完下眼皮 扔掉它 拿另一塊抹上眼皮 每一下子都是一下過 我們叫做一次過一次過 即是一次過就要丟掉它 不要重複 所以同一塊棉 就不會抹過再放進水裡 沒錯 不會的 但剛才提到 通常都是知道 可能是冷了的滾水 有沒有特別需要用到生理鹽水 其實是不需要的 尤其是做完手術 我們煮過冷水 其實已經夠乾淨 不用太濕的吧 我建議你 點完之後再捏乾一點 不要太濕 因為如果你濕 你會滴到四處都是 就會變得比較淪淨 Fanny 其實呢 譬如做白內障手術 這樣才算 它明明的傷口 是在眼睛眼球 不在眼皮 為什麼要洗眼皮呢 其實 為什麼我們建議 經常要洗眼皮 其實就算做不做手術 都好 我們都建議人 經常洗眼皮 因為其實眼睛 你每一條眼睛 都是每一個毛孔 它的毛孔會有些油脂分泌 因為我們其實肉眼看不到 有時候人們會說 眼睛很乾、很濕、很癢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這條邊位 它儲了油脂 當你斬眼的時候 其實它的油脂就會走上眼 影響你那個濾管 那個濾線的分泌 所以你會覺得很濕、很癢、很乾 不用拉開眼皮 如果下眼皮 我們都建議你輕輕拉下來 我們就是擦著 擦白色的邊位 但是這個次序 可能動作要維持多久 對於剛剛學習做完手術 尤其是做完手術 我們建議起碼要洗足一個月 而每一次 早晚還是這樣 每一日起碼要洗四至六次 因為做完手術 你要滴消炎藥水 通常那些消炎藥水 醫生都會建議 譬如每天滴四次或者六次 那我洗眼皮是何時做的呢 就是滴眼藥水之前做的 我們是洗乾淨眼皮 才滴藥水 是 所以真的要勤力才行 如果有髒 其實你滴藥水 又會有機會 帶了一些髒菌進去傷口 剛才Fanny提到 做完手術之後 就會放上沙布 眼罩 是否每天都要換 還是每天都要換幾次 其實沙布只是頭一天要 之後我們就不會再包沙布 盡量讓你習慣去看你那隻新的眼睛 但反而我不是說有個硬的眼罩 我們通常都建議病人 頭兩個星期睡覺的時候 蓋著它去保護它 因為曾經真的試過有一些 老友記 突然間晚上起床睡覺 不小心碰到到桌角 令到傷口爆了 這樣便可以很大件事 所以其實主力是保護它 讓它睡覺的時候 不要去搓眼 或者起床不小心碰到 也有個保護性 其實後的護理還有其他要注意 但我們先聽聽眾的電話 看看聽眾門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護理問題 需要請教Fanny 請教Fanny 帶一帶兒童 我們電話旁邊有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你好 鄭先生 鄭小姐 你好 你好 黃先生 你好 胡先生 我七十一歲 剛好我上個星期一 做一個operation 即是換了一隻左眼的白內障 以及黃斑點那陣幕增生 那我就做了 現在剛剛一個星期 但是我發現那個眼白 仍然是沖血的 仍然是很紅 我有些擔心 因為我還未覆診 就是會不會眼底流血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現在看的 因為我做了一隻眼 就是精體不是馬上看清楚 是嗎 鄭小姐 好 我首先解答你第一個問題 黃先生 你說做完之後 眼白是沖血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做這些 視網摸的手術 因為你兩個手術 同時間一起做 如果我們的白內障 傷口就在眼白 與眼黑色的邊位 你就未必察覺到傷口 但是你的視網摸 其實它在你的眼白位置 它會瀉三個孔去做手術 一個很微創的手術 孔就很細 但是因為我們的眼白位置 就有很多血管 所以始終你在血管位裡 有個傷口 它之後會紅得比較多 所以這個其實也不是太擔心 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那個不是視網摸 而是黃斑點膜 其實你的黃斑是視網摸的手術 黃斑是我們看的最重要的地方 你在上面生了一層纖維膜 那醫生就幫你撕走了那層膜 這樣 這樣 是的 陳小姐我再問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我做的就是左眼 但是我右眼就沒事 但是我已經是71歲 就是 是不是左眼都應該是 將會都有白內障的問題 那個機會率是否很高的 陳小姐 如果白內障其實也是 因為白內障基本上就是人的退化現象 你一直有 另一隻其實有的機會 其實是均等的 不是說你左眼有 右眼就一定有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有 因為始終是一個正常的退化現象 有些說法說你夠老了一定會有 對 至於黃先生 剛才我解答你第二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你做 平時的人做完白內障 對於黃斑前摸手術 因為黃斑是比較特別的 他做完之後的復原時間是比較長的 尤其是你剛剛做完 他有些儀器觸碰過他 其實他有機會 他會增加了黃斑的腫脹 就是好像等於被蚊咬完 你始終會經歷過傷口 會有紅、腫的情況 你剛剛做完 他也會有這個腫的情況 你要滴著消炎藥水 剛才我們說過洗眼皮 注意清潔 讓它慢慢消腫 但你預計黃斑的消腫時間 會比平時的手術長很多 可能有機會去到半年至九個月 他才會慢慢變回 慢慢變回 變回平 你才能感受到 你做完這個手術的視力效果 變成很好的耐性去等待 沒錯 一定要監測著他的情況 沒錯 多謝黃斑先生的電話 接著有梁婆婆在電話旁邊 梁婆婆你好 我是 你好 請說 你好 你們 姑娘好 我做了黃斑前摩如錘手術 我是24日做的 那做了 姑娘就說要趴在那裡睡兩個星期 我想問 我是不是一天要趴24小時 而且我很辛苦 我睡在那裡睡在晚上 我趴不到 我趴在那裡睡 我直接睡不到 而且最近這兩天 有很多飛蚊 我是這兩個問題 謝謝 有什麼方法可以代替 趴在那裡 是的 梁婆婆 謝謝 因為你做過黃斑前摩手術 其實正常好像剛才梁先生 做完… 黃先生 不好意思 剛才做完前摩 其實他反而不用趴 但為何你做完又要趴 我估計你除了做黃斑前摩手術之外 應該醫生正在做的同時 就發覺你的眼睛可能會有其他問題 例如視摩摩會有些孔 或者其他問題 所以他大部分時間 應該是打了氣體入到你的眼裡 所以做完之後就需要你趴在那裡睡 其實做完這些視摩摩手術 打氣體也好 打油進去也好 都需要你去配合趴在那裡睡 其實那個過程是很艱辛的 而且我們都建議尤其是你頭一個星期 當他的氣體是100%在你的眼裡 的時候 趴得越多就越好 都真的要24小時 撇除你去洗手間 你吃飯時間 其他時間趴得越多就越好 對手術效果就會越好 哦哦哦哦 是 兩個哥哥 那非蚊那裡呢 非蚊是因為他做手術的時候 他應該是吸走你那些 我們裡面的玻璃體 但你始終剛剛做完 有一段時間是復原時間 你會感受到 其實你看到你眼底後面的情況 那是他的變化過程 但當你復診的時候 你都要把這些資訊告訴醫生 中途我又見多了非蚊 讓他和你檢查一下 做完手術的效果 那個情況 哦 不錯 一趴就一定要趴的 現在這樣算起來 是啊 沒錯 你一定要臉向地下趴 或者你… 是啊 如果我坐在那裡 我倒下在一張餐桌上 放幾個枕頭 倒下頭 會不會OK呢 是啊 你坐在那裡 就好像以前我們讀書 直接整個人撲在那裡 而且你要記住原則 就是臉要向下看著地下 或者我可以建議… 角度要準確 是啊 或者我建議婆婆 你就可以去買飛機枕 它有個孔 有個U型 你買個舒服一點點 變成有個孔位 你可以呼吸氣 而且剛剛的U型 你就放在額頭 令你感覺上舒服一點 不要窄著眼睛 那哪裡買的呢 那些枕 那些其實現在很普遍 外面或者叫家裡年輕的人 幫你去 你說跟他說飛機枕 其實也很普遍 是啊 好 這個也不容易 不難買到的 梁婆婆 自己試一下 是很容易買到的 好了 接著就是另外 還有一些聽眾的問題 包括劉太她有鼻敏感 十分容易打黑癡 做手術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呢 聽到我們剛才說打黑癡的問題 要先忍一忍 是啊 真的要跟你的本身的內科醫生 或者鼻敏感科醫生 你有沒有一些藥 我要做手術 要做白癡障 有沒有一些藥 可以令到我暫時 停一停我的黑癡狀態 接著有方女士 方女士就說她媽媽90歲 如果要做手術的話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 年紀大 是不是有特別要注意呢 其實就沒有特別的 因為現在真的看到 有時90歲的人 真的非常聰明 所以只要做手術之前 醫生會跟他講解 其實主力那一刻 就是想跟他聊聊天 了解一下 究竟你在局部麻醉的情況下 可以不可以呢 通常醫生 其實跟你聊天 都是一直在討論你 如果譬如 感覺上 你也很聰明 所以 也沒有什麼分別 Danny,我們只剩下幾十秒 問多幾個問題 OK 可以做運動嗎 可以坐飛機嗎 可以坐飛機嗎 如果是白樓障 就沒有問題 但如果是時無無手術 好像剛才阿婆婆說 打了氣體 就絕對不能坐飛機 運動呢 做運動呢 劇烈運動 例如跑步 游泳 打高爾夫球 或者大力要搖晃頭部的運動 我們都不建議 起碼一至兩個月 對 舉重健身可以嗎 一定不行 或者你幫太太 拿兩袋大米回家 都不可以了 不能拿寵物 對 這些都是一些細節 大家如果做完傷害手術 一定要留意 以免病情會有什麼變化 今天謝謝陳姑娘 謝謝陳姑娘 謝謝你